师爷和司圣被老阿的话问住 严商们虽然有钱 但也经不起连番的折腾 此时不知老阿在发愁 老汪更是心乱如麻 严商议事的物本堂 只有老汪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商议和吵架的人 他最看重的侄子汪海坤依然是戴罪之身 一直四处窜逃 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报以安因为司客退司机 不仅被抄了架 本人更是被打入了死囚牢 此外高升盐运使的马德昌也脱离了总商的行列 老汪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无助 洪灾步步紧逼 威胁着扬州城述十万百姓的安危 可是老汪也不知道从哪去筹集巨额银两抗洪旧灾 然而眼下灾情已经颇在眉睫 留给老汪思考和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此老汪决定铤而走险 走一步险棋 然而此事并非单凭老汪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 还需要老马的点头 于是老汪命人把老马请到了五本堂 你这是怎么了 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老汪并没有直奔主题 因为他知道姿势体大 他并不确定老马是否会支持自己 更重要的是他要确认老马是否还在记恨自己 为此老汪先是说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艰难处境 他表示曾经的四大总商已经四去其三 只剩下他一个孤零零的手总 如今落在他肩上的担子很重 老马 您是做过从商的 直到艳上的难处 往后还要多多体谅 老马 我知道 您是担心 您我之间以前的过节 我是说真的 这么多年我心里又恨我不是恨你也不是恨别人 我是恨我自己不能伸张先祖的屈辱 其实啊 我做岩商不是为了挣钱 我是想向世人证明 我张成昭的后人不是脑中 老汪知道老马说的是真心话 他也理解了老马以前的挣扎和反复无常 老马表示 如今他做了研韵史 就是想让所有的扬州人看看 他马德昌和他外公张成昭一样 也是一名造福一方的好官 有了老马这番掏心掏肺表明心计的话 已经彻底打消了老汪的疑虑 如今老马更是一心要做一个好官 那么接下来老汪的话也就好说了 在向老马表达敬意之后 老汪开始切入正题 老马 扬州要造大灾了 嗯 我刚从地坝上回来 水里八顶也就一尺高 这雨再这么下去 我担心地坝年旧事情会垮了 是啊 这往年的赈灾啊 都是盐商们向官府捐款 今年你说该怎么办呢 是啊 这盐商早就给套得地朝天了 他们再捐不出钱了 听老汪这么一说 老马也是眉头紧锁 紧接着他就想起了往年发大水 朝廷都会拨下来赈灾营 老汪却表示 报灾的折子报上去之后 须先等皇上过目 再由户部特批 然后银子才能运回来 这么一来二去的 恐怕等银子运过来的时候 堤坝早已经垮了 闻听此言 老马也是深以为然 他知道老汪这么说 必然是已经有了主意 于是便向老汪询问有何量测 我想从上交的 窥空水银里 挪出一百万两 你疯了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 没得商量 朝宗 这是欺君之罪啊 那这现在是唯一的办法 万一堤坝不垮呢 凡事得往最坏出枪 万一堤坝垮了呢 你我背后 可是千千万万扬住百姓 这话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 你得去问问阿大人 问问圣上他同意不同意 这是必须咱们说了算 面对疯狂作死的老汪 老马也没了脾气 虽然老马和自己针锋相对 但老汪知道老马是出于好心 担心自己一招不慎捅了大娄子 于是他告诉老马 有什么后果他自己一力承担 只要老马默认就行 老阿自然不敢 老汪也知道老马说的在里 但如今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机 老汪也是迫不得已 老汪